一座充满人间烟火气息的渔村,佛罗山贝海场丰富,这里不仅仅是一个渔港,更是一个充满生命力和活力的社区,是人与海相互依存的交融之地。 在这里,你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,聆听海浪的声音,品味到生活的韵度。 这就是渔港,一个承载着海洋文化和人文情怀的美丽角落,杏利茶市位于佛罗山贝双西冰廊港口。 杏利茶市删解沙包咖喱鱼,早上11点即将开始营业。 杏利茶市专门售卖当天捕捞的新鲜海货,加工不同的菜肴,咖喱鱼是他家的一大亮点。 不一样的,不一样的。 他讲这有点的花纹很少。 那个叫做老虎汉,好像老虎皮。 就是这个? 这个是鹅腔,这个很好吃的。 他昨晚就跟我讲这个好吃,还有这个萝卜。 所以跟你讲,朋友啊。 啊,等一下,朋友啊。 我吃好料了,今天。 准备这样多,准备这样多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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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,你介绍萝卜才好吃。 可以,你介绍萝卜才好吃。 你要这个菜还是这个菜? 一样了?两个一样了? 不一样。 不用吃萝卜。 原菜一样了? 嗯,果酱啊? 这个是番薯,番薯,番薯,都可以。 这个是盐菜啊? 对。 啊,盐菜啦。 可以啦,不要这么多,吃不下。 我可以吃吗? 你可以吃吗? 好路,好路来。 那来的这么远啊。 听到我来巴雷普老,定义茶是这边。 来吃海鲜。 叫什么名都不知道。 他的汤,他的咖喱可以喝的。 嗯,咖喱给他就是很美啊。 鲜米茶是。 对啊。 他的咖喱很像。 看啥? 很像什么? 啊,清甜。 嗯,有点像印度汉的咖喱。 嗯,他说这是抓的红枣,是什么吗? 刚才讲的。 不懂什么意思。 很新鲜。 新鲜。 那个咖喱就是印度人来做那个辣椒的那个, 装那个。 嗯,它就要吃一点都要吃。 再来吃多了。 我可以吃. 一下子。 就要吃很多草莓。 吗? 我可以吃了, 吃一点都要吃一碗。 像是吧。 如果我要吃了, 我可以吃都要吃一碗。 真的。 我根本吃了... 我看水,肯定是海鲜, 我们的鱼肯定很新鲜的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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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可以 还可以 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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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 这是 你是 很 是 呢 是 这个鱼会比较贵,因为靠新鱼,而且是鱼鱼 这个鱼会比较贵,因为靠新鱼,而且是海的鱼鱼 这个鱼鱼,不是鱼鱼,不是泰国来的,泰国来的很便宜 新鲜的鱼鱼吃这个鱼鱼,很舒服 这样很简单,没有人带来,不会来的 真的是不会来的? 有这个鱼鱼吗? 对面一个土草也蛮不错的 卖什么? 土草 以前在这边,然后安静又下去,下面卖又很便宜 很薄的鱼鱼 喝了很爽的汤 很家里的菜啊,味道 就是家庭煮的那种感觉 有回家吃饭的感觉 鱼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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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鱼� 肉粿 所以他们不是用那种英文叫Casia 粗粗的 他们用那种粮的 是真正的新人们和Casia 不一样 粿皮拿来炒韭菜了嘛 那个肉粿拿来录药了 它手放来煮辣脑 总之就是在家里吃饭的感觉 如果你们来冰城一直来巴列波浪 信力查证这边吃他们的海鲜 他们的鱼真的很新鲜 煮到家里的味道 很容易找的 就在这个蛇小圈的 Bomber 旁边而已 这一家